阿姨 妈 你怎么来了 小周啊 你最近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我挺好的 出什么事了 你是不是在抛售名下产业 那只是正常的产权变动 你别担心了 你名下的房子都卖得差不多 你让我怎么能不担心呢 跟妈妈说实话 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 妈 我还有个会要看 回头我们再细聊吧 小周 小周 阿姨 您不用担心 我会照顾好她的 跟我说实话 小周她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 周建青之前做过一阵南州的助理 正好来来了英琪的投资 南州就下定决心要跟Blue Ray合作 谁知道 英琪突然莫名其妙地撤资 这件事情搞得南州焦头烂额的 原来是因为撤资的事情 难怪 难怪 其实建青这孩子也是好心 不过还有一件事情 也给南州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但是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有什么该不该说的 说吧 清清啊 你跟小周 没事吧 我们挺好的呀 怎么了阿姨 小周这个孩子吧 从小就性格比较孤僻 不爱说话 她要是跟你冷战 或者惹你生气了 你一定要告诉阿姨 阿姨替你做主 阿姨 其实她人挺好的 没你说的那样 是吗 妈 回来了 其实她除了脸臭了一点之外 人还可以 你是不晓得 她小的时候脸更臭 你们说什么呢 我又没说错什么 小周 过来跟我们一块吃点水果 我不吃了 我还有工作要忙 你们吃吧 你看看她 除了脸臭 脾气更臭 妈 太晚了 我送你回去吧 是挺晚的了 我也懒得动了 要不今晚 我就睡在你们这儿吧 好阿姨 那我帮您收拾房间 不用这么麻烦 我直接睡客房就行了 你们早点休息 好阿姨 那您也早点休息 秦秦啊 你跟小周 不睡一间房吗 当然睡一间房了 我看一下门锁好没 这孩子真细心 嗯 这孩子真细心 好